消费医疗互联网以及一系列的白马股 现在都已经可以用股灾来形容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 打五折的 打三折的股票是比比皆是 连个像样的反弹都没有 就好像这公司已经要完蛋了破产了一样 那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近期有一些政策 确实会封锁很多公司的成长空间 但即便是这样 这些公司的业绩不还属于一流的范畴吗 除了校外培训真的嗝屁了 其他的行业面临的并不是什么灭顶之灾 而是业务结构的调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拿医疗行业来举个例子吧 这个医药行业的压力是来自于代量采购 就是国家出面去统一采购药品 顺便把药价搞下去 那代量采购的目标主要是有三个 第一个是要降低药价 减轻老百姓的医疗负担 这肯定是好事嘛 第二个呢 是要抹掉药价里的水分 不要再让中间商赚差价了 更不能再去吃回扣了 这不挺好的吗 第三呢 是想把行业往创新的方向去引导 因为仿制药这个东西太赚钱了 搞得很多企业都不想搞研发了 导致现在我们已经批准上市的 一千多种药品里面 只有2%的创新药 但是很显然呢 现在的市场眼睛里 只看得到第一点 降低药价 甚至有人在幻想了 说医药行业是不是以后就不准再赚钱了 所有的药系是不是都要变成威力企业了 以后大家看病几乎就不用花钱了吧 怎么可能呢 一个新药的研发 从方案到临床到审批 需要花上7年以上的时间 以10亿剂量的成本 还有非常高的失败的风险 比如说 很多肺病患者使用的一种国产创新药 叫做达波舒 公司说 如果这个药没有办法顺利进入医保的话 将会有2000名员工面临失业 如果说像这种创新药 都要变成威力药品的话 那以后谁还再愿意坐上10年的冷板凳 去做一个不赚钱的东西呢 事实上 国产创新药的研发 才是真正降低老百姓医疗成本的好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比进口的要便宜的多 国产的单抗创新药的价格 只有同类进口药品的三分之一 那如果创新药都不能赚到钱了 不仅不会降低医疗成本 还会对整个医疗行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那此外呢我刚才说了 我们要挤掉药价里的水分嘛 在财报里面 药价的水分体现在哪里呢 销售费用里 有很多药企的销售费用占比非常的高 超过50%甚至80%的都有 任泽平曾经发过一篇言报叫 药企销售费用奇高之谜 他说销售费用存在六大流向 进行了三次利益重新分配 在这里面呢 医生回扣占比超过了一半 像这种水分挤掉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但也有一些药企 他们的销售费用非常低 只有3% 5% 可是股价现在一样跌得不成人样 还有一些医疗服务类的企业 他们的服务是需要很高的人才和技术门槛的 附加值非常高 就很难被纳入带量采购 可是股价一样还是大跌 别说像医药地产互联网这些 直接被影响的行业了 就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公司 都也迎来了一波惨烈的估值沙 我之前视频里其实聊过这种行业的观点 就我的观点是很明确的 我觉得他们以后一定会分化 因为有的公司是该杀的 而有的公司呢反而是利好 可是现在的市场是不管这些的 情绪化到底疯了 甚至很多人还在猜说 这个奶粉是不是也要搞带量采购呢 其实早就有政协提案提出过 奶粉要不要搞带量采购的问题 当时官方的答复是什么呀 根据物价法第三条的规定 价格的制定应当符合价值规律 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应该实行市场调节价 现在我发现有很多人觉得 只要能够让老百姓省钱 啥都有可能搞带量采购 可是这个事呢就有点带着情绪的过量解读了 可是情绪化不会一直持续的 一旦大家冷静了 市场可能又会从现在的这种 集体的杀跌变成分化的格局 那些业绩很好 而且业务不会被政策影响的公司 很有可能会迎来错杀修复 这个事如果我猜错了的话 那一定是市场错了 你们说呢 创业版注册制改革落地之后 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以前我们用的核准制 会有点像是考大学 考大学很难对吧 但是你上了大学之后 日子就很好过了 即便成绩不好 也可以混到毕业没有问题 但是有的地方的注册制 它是上大学是很容易的 上大学之后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 你拿不到毕业证 或者说你成绩太差的话 随时随地让你退学 以前的核准制有很多的弊端 比如说它会制约 企业上市融资的效率 市场就没有办法把钱 给到那些真正能够 创造价值的好企业 但是注册制之后呢 只要你是有追求的公司 都欢迎你来上市 可是你能不能融到钱 由市场说了算 这样一来呢 长期来看 肯定是有助于提升 上市公司的质量的 但是注册制之下 企业上市容易了 所以股票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但是相对来说 资金还是原来那么多 所以呢 钱就会更多的 往优质的上市公司里面去集中 我们A股可能会逐步的港股化 会出现一大批 无人问津的垃圾公司 在这样的市场当中 如果说散户依然还是喜欢 听消息炒股 或者喜欢追涨杀跌的话 那一定是会被洗得很惨 所以说对于散户来说 最简单的办法只有两个 要么就是只关注创业板中那些各个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 要么就是索性把钱交给更专业的机构吧 张子岛之前讨好的那些扇贝被汤家的火山烫了一下之后 就紧急避险 又掉头游回来了 汤家火山喷发以后 网上出现了这么一个传闻 张子岛的股价也是连续的涨停 还有媒体报道 说火山跟海啸导致太平洋扇贝涌入 张子岛今年的业绩将会增长100% 好家伙玩笑归玩笑 别拿业绩开玩笑 扇贝被烫回来 这就已经很离谱了 被海啸包邮快递回来 那就更离谱了 至于业绩增长100% 我觉得更是无稽之谈了 连张子岛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他懂力澄清 说上述的报道呢 还有传闻都是严重失实的 公司的管理层没有接受过上述问题的任何相关采访回复 公司会保留通过法律途径 保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你看看 连说谎大王张子岛都要起诉你说谎了 你说你有多离谱 说扇贝被火山烫回来就算了吧 大家就当是个段子乐呵乐呵 可是说他业绩增长100% 这个就真过分了 可能这会有股民当真 跟风买入哦 要是亏钱了算谁的呢 好歹你也算是个正儿八经的媒体嘛 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而且在忽悠大王张子岛面前忽悠别人 不是扳门弄斧吗 咱们众所周知啊 张子岛的扇贝那可是永继高超的 六年时间跑了四次 还一度游回来过了个年 几次下来呢 总共有接近20亿的存货不翼而非 扇贝这种东西属于是深海里的东西 所以呢 它很难调查 很难核实 就特别适合财务造假 当年的那些执法人员 历史两年都没有调查出真相 最后还是靠发动了卫星 才得以确认张子岛违法的事实 现在呢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扇贝游泳的事情都已经翻篇了 居然张子岛又赶上了新的赛道 预制菜 1月14号张子岛说 自己已经有预制扇贝等等的产品了 最近不是预制菜概念很火热吗 有的公司能连续收获10个涨停 而张子岛最近的连续涨停 可能不是因为火山 而是因为预制菜的风口 那预制菜到底是啥情况呢 其实就是加工好了 拿出来稍微处理一下就能吃的东西 包括像八宝粥 速冻水饺 还有包装佛跳墙 这些都属于是预制菜 目前的预制菜呢 80%都是被餐厅买走了 因为餐厅买好预制菜呢 就可以少请几个大厨啊 可以降低成本 另外的20%呢 是被一些很忙 或者很懒的C端的消费者买的 根据NCABD统计 2020年国内预制菜市场规模达到2500亿 过去的5年时间翻了接近4倍 但是对比那些发达地区 这个还是一个新兴市场 有的国家预制菜的渗透率 能够高达60%呢 而我们现在只有8% 不过市场空间大 不代表所有企业都能赚钱呢 因为这个行业的门槛会比较低 竞争也是高度分散的 现在更是处于一个跑马圈地的阶段 所以短期能否出现真正的优胜企业呢 这还是一个问号 现在的预制菜概念普涨 其实还是以风口炒作的成分居多 而张子岛碰巧又站上风口了 还是一个火山口 目前的最新消息是 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心肺功能已经停止了 当地时间8号中午 正在日本奈良进行街头演说的安倍晋三遭枪击倒地 随后被送上了救护车 他在上救护车的时候据说还是有意识的 但是目前心肺功能已经停止了 作案者是一名叫山上彻影的男性42岁 来自奈良市 他在事发之后没有逃跑 已经被日本奈良警方所控制 而事发时日本的现任首相岸田文雄 正在山形线进行参院选举的有关活动 鉴于安倍受到了枪击 所以岸田文雄已经终止演讲 并且指示所有的内阁大臣紧急返回东京 受到安倍律司消息的影响 日元对美元短线走高 而日经指数则出现跳水回落 安倍晋三出生于1954年9月 今年尚未满68岁 他是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日本首相 不过去年的8月28号 安倍晋三宣称 由于溃疡性大肠炎复发 他无法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 决定辞去首相一职 安倍晋三最出名的莫过于是他的安倍经济学了 安倍经济学指的是 他在2012年底上台之后 加速实施的一系列的刺激经济的政策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 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政策 安倍当时要求日本央行配合他发钞票 还撤掉了不肯听指挥的央行行长 他这么做的目的呢 就是因为在量化宽松的政策之下 银行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会降低 那当日本的民众发现 把钱存到银行里利息变得更少了 同时呢 贷款消费的成本会变得更低了 就会使得日本的民众更多的愿意 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进行消费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拉动内需了 而除了低利息之外 他还以低汇率来保证出口 其实呢 从短期的角度来看 安倍经济学确实对日本经济 有一定的提振作用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的根本问题 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呢 日本经济直到目前为止 依然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 那么现在在安倍预测之后 对日本经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要知道安倍晋三 是日本央行现任的行长 黑田东岩超宽松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那么安倍被枪击之后 是否会影响到这个货币政策基调的支持度呢 另外呢 由于今年以来 日本央行一直在坚持执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和欧美那些发达国家 已经开始加息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所以导致日元走势一直偏弱 成为了今年以来表现的最差的主要货币 那么现在 在安倍很有可能将会去会晤肯尼迪之后 我们看到的日本股市跳水 汇率上涨的现象 这是否预示着市场猜测 日本将会成为最后一个加息的发达国家呢 大开眼界 今天终于是见识到A股的摸鱼之王了 什么工作能这么轻松呢 区区几百个字的公告 居然能把懂命的名字搞出了四个版本 更加得意所思的是 公告的内容是证监局的处罚 公司其实只需要复制粘贴的事 居然都能错到这么离谱 这家公司叫西藏珠峰 2000年登陆的上交所 作为一家资源类的公司 主业就是挖矿 那这回之所以会闹上了热搜 就是因为这家公司发了一份公告 但是这份公告里面 懂命的姓名一开始叫胡寒冬 一会变成了胡哈冬 接着变成了胡啥冬 最后又变成了胡枕冬 然后我查了一下公司的资料 其实只有第一个是对的 你说难道是这个懂命没水平吗 52岁的他加入公司已经8年了 本科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 然后是兰州大学的MBA 香港科技大学的EMBA 这学历随便拿一个出来 都是很多人触摸不到的天花板 尤其是90年代初上的重点大学呀 高考的难度可想而知了 而且吧 他这个公告的内容是 因为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好 三年前大股东的几亿股份被冻结了 这么重要的是要到今年的一月份才公告 很显然就是不够勤勉尽责呀 于是呢 就被证监局监管谈话了 同时给公司发了一封监管函 结果呢 公司在披露这个哨的时候 又连续出了这么多的差错 这哪里是在干活啊 分明就是在摸鱼嘛 接二连三的犯错 但是人家却拿着62万的年薪 真是不知道要羡慕死多少人了 而且呢 这个公司上市以来 虽然说总共分红了接近11个亿 但是他累计的融资达到了接近36个亿呀 最近呢 已经是连续四年没有分过红了 而且他的经营也很一般 最新的财报显示 营收下滑的同时 净利润更是同比下滑了85% 业绩萎靡不振 股价连跌三年 从最高时候的50块跌到目前只剩下8块多 总市值只剩下80亿了 这个事传开之后呢 公司辩解说 是在复制PDF文件的时候 搞错了 没有仔细的复合 可问题是上市公司的董秘 本来就是披露公告的首要负责人 后面呢 也应该会有层层的把关 但是这份公告 居然就这么错漏百出的发出来了 白纸黑字的涂增笑柄 你说吧 对自己的名字也不上心 对工作不上心 对监管也不上心 我们能够相信这样的人 会对股民 尤其是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上心吗